救護人員一到現場 發現被大貨車 直接撞上的藍色巧克車 已經變成一團廢鐵 而且連外觀都無法辨別 雖然消防隊出動了七台車 但仍不敢大動作 將兩車分開 因為這時發現裡頭有兩人受困 也讓救援工作一度相當棘手 好不容易將變形的車體慢慢拆卸 終於先將藍色小貨車的 無姓女駕駛救出 當時他還有意識 能跟救難人員對話 但裡頭還有一名29歲的父姓男子 仍等待救援 到了晚間七點多 終於把受困的第二人也順利救出 不過當時他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趕緊被送到醫院急救 而這起恐怖車禍 其實共有一輛大貨車 五輛小客車遭到波及 也讓下班時間的台66快速道路 一度嚴重回堵 15號傍晚5點多 發生在桃園平鎮的恐怖車禍 一開始先是兩輛小客車 發生追撞 停在內車車道 沒想到後方另外兩輛車 才剛要減速 就遭到更後面的大貨車撞上 接著全部往前推擠 波及到最前方的兩輛車 就連外側一輛正好通過的小客車 都被牽連造成這起六車連撞 這起車禍連同一度受困的兩名傷患 共有五人送醫 至於相關照折 將等所有傷患完成治療 再由警方來一一理清 TVBS新聞林志偉桃園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